嗨 大家好 我是老魚 欸 今天呢 我非常的興奮啦 就是要來開箱這個 青銅的這個 股錢幣啊 那這個股錢幣是我之前在 網路上面 我是在蝦皮上面買的吧 然後我有詢問過 上面的賣家 然後那個賣家就跟我說是保證真品 然後其實我也蠻興奮的 我還問那個賣家說 如果是假的就直接跟我講就好了 我不會這麼一樣就是我不會去搞發他們 什麼的就是因為我想要收藏 那也不知道 送過來的是不是真品啊 那就跟著我一起來開箱 那開箱之前呢還是要宣傳一下就是 歡迎各位觀眾啊或者是 萍水相逢的這個觀眾們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呢最主要是在做一些 實測啊開箱 那有時候會talk一下抱怨一下 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事 有時候還會有鬼故事喔 好那我們就開始開箱吧 Go 各位你們看我完全都沒有拆喔 完全都沒有拆 這是新的 那我們現在把它拆開來 好期待喔 我真的很期待 開這種古代的東西 我每聽到這種古代的東西啊 我都會非常興奮 我也沒有買很貴啦 我買幾千塊而已 其實不算 不算貴啦 所以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真的 那我們現在用盡確定的 是玩的第一層 結果 結果是一個白藍色的盒子 我們還要再繼續拆 這是俄羅斯娃娃 好打開了打開了 我們成功打開來了 一堆泡泡子耶 沒了 就這樣 哇一堆泡泡子 好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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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長好長 欸 哇 哇 這些就是送人的錢幣耶 然後大家要買的 是後五帝錢 就是 中國 清朝的 後面的五個皇帝 那我買的是 道光啊 咸豐啊 然後 統治 光緒跟 玄筒 對這五個皇帝 也就是最後五帝的這個錢 那 再看看看看吧 好期待喔 好酷喔 欸他包裝的很漂亮耶 他 就是這個賣家 他說他會在 他說他會在上面 再加 就是一些 他們的畫像 你看 這個是浦仪的 這是浦仪的錢 拆開給大家看好了 他上面還有寫 喔字有點小啦 但是他這裡啊 他這裡還有寫保證真品 有點姿態小 而且還有反光 有點看不到 反正大家是可以看到啊 就是 這個是浦仪的這個畫像 那他其實做的蠻精緻的 然後 厚度其實也蠻厚的 然後這個錢啊 就在 他就卡在這個中間 就是 宣通時候的這個通保 我覺得好酷喔 我要把它自己拆開看看 我這樣子會不會破壞東西啊 欸他包得很漂亮耶 欸他包得很美耶 大家你們看 這是我開箱完的這個浦仪的這個錢喔 那我等一下會再放大一次給大家看 那這是我開完之後的樣子 哇 他還有畫像很漂亮 然後 後面是這個紫金城 嗯 大家還記得 末代皇帝嗎 剛過這部電影嗎 那我們等一下 我就一個一個拆開 後面四個 然後再給大家看他們的樣子 等一下放大給大家看 好那就 先拆吧 我就先拆開 嘿大家 我終於全部開完了 我真的必須要說齁 就是 他的包裝真的包得很精緻 他前面一層塑膠 然後中間有一層這個 然後裡面有一個這個 然後裡面有一個塑膠 就是整個都很精緻 那我由年代順序拍下來 那這個圖片是他們自己再加上去的 他們為了好看這樣子 那還蠻酷的 他的後面就是紫金城嘛 然後對個膠 你看這邊就有寫 我愛心絕裸 明明 道光皇帝 他也有寫他的年代 我還有他的畫像嗎 那 從這個比較上來看喔 我覺得 他們的錢幣啊 道光草的錢幣是最大的 你看這邊有寫 這邊你看 道光 通房 而且 他比較黑 他比較黑 你看後面 後面 應該就是他的蠻紋 對 你看他是這麼大的這樣子 那 相比之下 我直接拿 我直接拿道光 跟那個 撲衣的 跟大家比好了 那你看 大家看撲衣的 我們這個 小皇帝 這邊也寫宣筒 通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清楚 在這裡 他有點糊啦 宣筒 宣筒 大家如果有看清楚的話 宣筒通寶 然後 大家也可以看到 後面也是寫漫文喔 這是道光年間的 這是宣筒年間的 這個很明顯吧 那 為了大家方便辯認喔 這個是 現在的 10塊錢吧 那 你們看 其實 10塊錢 還是比那個 道光年間的這個 通寶還要大喔 稍微大一點點 稍微大一點點 這樣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是後來的 賢豐 賢豐 賢豐是比那個 賢豐是比道光還要再小一點點 然後 材質的貨啊 我不知道是他送過來的貨 品質不易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 這個賢豐的好像比較 稍微黃一點點 對 然後 後面也是 有滿文喔 後面也是有滿文 這樣 我覺得蠻酷的啦 那 大家回來看這個 宣筒年間的有沒有發現 他就整個很銅黃的感覺 跟前面的比起來有沒有 這邊就是很 黑黑灰 那這就是黃的 那 童四年間 童四年間感覺就是 還是差不多 你看這個 童四年間的 這邊 大家可以看清楚 這邊也是寫童次 沒關係 我直接 拿在手上給大家看好了 這就是童次的通寶 嗯 嗯 大家這樣看得清楚嗎 童次童寶 然後 後面的話 也是 有滿文喔 然後 這是 光緒時候的童寶 嗯 這個蠻清楚的 因為感覺比較近 嗯 然後後面也是 一樣是滿文 對啊 那從這個時候 開始感覺就是比較 黃了 大家有感覺到嗎 那最後的最後 這就是 宣筒 也就是我們的 小皇帝溥儀 的那個 錢幣 然後後面也是 如前面所說的一樣 是有滿文的 然後感覺整體來說 比較黃耶 那我來把 全部的錢幣 拿在手上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想這樣子 拿在手上看 大家 會比較清楚的 可以看到 這些錢幣 長什麼樣子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 道光啦 這個蠻清楚的 那第二個就是 鹹豐 然後第三個就是 童次 然後光緒 我們的無須政變的 這個光緒 然後最後也是我們 退位的這個埔儀 哇 那這裡面 我最喜歡的 應該算是 道光 就是前三個 我比較喜歡吧 大家不要看 現在留下來的 清朝錢幣這樣 髒髒的 因為其實當時的 錢幣會有 這個成分 那 會有這個成分 也代表著說 就是 錢幣很常會 就是一個 錢幣會有好幾種顏色 所以你們看到這種 髒髒的 其實都是 蠻有可能的現象 然後大家 這是他們的背面 好像 我這樣看啊 只有第一個 是看得最清楚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 道光 對 然後其他的我再放大 給大家看 對 一個一個對焦給大家看 這是 宣銅的 然後這是 光緒的 然後這是 銅製的 然後這是 咸豐的 然後這是 道光的 嗯大家可以看 我覺得還蠻酷的 對啊 好啦那大家 這是我的 錢幣開箱呢 就到這邊 那最後就有 這五個銀幣 來跟大家說 掰掰 那我是老鱼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